今天同学怎么来得那么少啊 为什么没有到齐 林老师 他们交不起补课费 所以不来了 是谁说要交补课费的 昨天校长布置的 每人每个月得交一百五 双休日加课还得再加钱呢 行 你们先坐下吧 咱们先上课 昨天作业做完了吗 做完了 进来 林老师啊 课补完了 陆校长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是免费来给学生补课的 您为什么让学生要那么多补课费啊 林老师啊 你是模范教师啊 又想当先进 你不想收费很合理 很正常啊 我也很感动 可您别忘了 我是农民 我们办学校是很不容易的呀 可是你口口声声的说 要替农民做事 帮助他们 你就这么做的好事吗 林老师啊 您想想 你来补课 我们有多少教工要陪着你下不了班呢 还有我的课桌刻意的磨损费 折旧费 还有电费 这些都要花钱的 我们总不能一分不给他们 这笔账不能不算吧 林老师 你是公办教师 你的先生呢 是大律师 俩人生活非常富足 可我们不能保汉不知恶汉机 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课我没法上了 林老师 你怎么不想想啊 你来补课是怎么来的 是吴助长请你来的呀 不是我生把你拉来的吧 如果你不想来 我恐怕不好跟学生交代吧 要我补课可以 但你不许收那些学生的钱 好 我不收 但是我想麻烦您一件事情 您呢 转告吴助长 我们学校这些教工的加班费 还有电影费 还有我刚才说过的 课注课语折旧费啊 由他交易局来支出 我就不收了 好吗 你看这样 你太过分了 没有办法 这 喂 正好 你在哪呢 我在办公室呢 有事啊 对 我有事跟你说 说吧 又状了什么事了 乌福根居然背着我 像那些孩子生补课的钱 收多少钱啊 每个人每节课五块钱 每个月要预交一百五 如果双休日要加课的话 还要再加钱 你说那些学生哪来那么多钱 谁交不起啊 今天没交钱呢 都不敢来上课了都 都不敢来上课了都 这钱收的是多了些啊 而且我跟陆福根谈了 他说行 你要让我不收骨骼费 那你帮我跟局里要补助费 要补助 他要什么补助 对啊 说什么 加班费 电费 水费 管理费 你说他这 这小子赚钱 他赚昏了头了 孩子们交不起钱 没法来上课 这课我真没法补了 这样 补课费的事 我去找陆福根调整 其他的补课老师 你联系了吗 你们学校有吗 我们学校 有一个语文老师 崔静还不错 可是我找到了 他不敢 他说就算给他钱 他也不愿意把青春浪跌 在农民的孩子身上 你说这当老师的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真想不通 佳玲啊 我看你的观念 也需要调整 我有什么可调整的 我有什么说什么 这补课费是应该收的 你居然也认为 陆福根收补课费是对的 家长 你应该换位思考一下 陆福根趁火打劫不对 但补课收一定的费用 是应该的 吹劲呢 把民工子弟当成傻瓜 说浪费青春这也不对 但他要报仇也是合理的 如果你一味地强调 不准收补课费 这事儿恐怕就办不成 你想帮助孩子愿望 可能也实现不了 那就算收费也不该收这么多了 谁又那么多钱呀 那些孩子 而且谁耽误得起呀 再这么耽误下去 他们连高中都考不上 是啊 这学校本来就不应该再办下去了 也不知道上边的领导 那个已经出了问题 可现实问题就摆在这儿呢 这样吧 补课费的事儿 我去找个补课调查 补课老师呢 我会想办法当上任务 派给各个学校 派给各个学校 你看这样可以吗 你只能这样了 我会想办法当上任务 凌老师 叔叔你啊 对了 叔叔吃饭吧 一范 这点废纸呢 我刚才倒在外面 按去桶里了 叔叔 是什么东西啊 叔叔 亲家公把东西拿走了 是什么东西啊 一份材料 可能夹在作非的起书书里了 那我去找吧 行了 甭找了 垃圾都运走 找什么找 叔叔 叔叔 你先吃饭吧 我都做好了 一份 装了水盒呢 我给你去倒了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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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你啊 姨爸 哎 你在我们家是客人啊 非非保姆一样 赶紧吃饭 上完走多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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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老师 打扰了您好几天 实在不好意思 本想等你回来再走 你可能有事儿 太晚了我就先走了 这些天 有麻烦林老师的地方 请多原谅 老公 哎 回来了 吃饭了吗 没有 我吃过了 你做的饭 哦 一帆做的 啊 吃饭 吃饭 一帆 吃饭了一帆 一帆走了 你知道吗 哎 这孩子 他没说呀 留了个条 到底发生什么了 哎 就这样 我案子里一份材料啊 找不着了 怀疑啊 夹在咱们家作废的起书书里 扔到废车楼里了 我回来找 没想到他给到了 我们俩啊 去垃圾箱找 结果垃圾运走了 你怪他了吧 我没说他 他做的饭让我吃 我说我整理材料 你先吃 好他都好 拿起麻布就打扫卫生 我说你别这样 给保姆一样 是不是啊 我说你赶紧吃饭 吃了饭做做业 我就说了这些啊 没说别的 你这不是怪是什么呀 她本来就是一个自尊心 特别强的女孩子 住在我们家里头 她心里本来就不安了 不愿意回家 也是因为她有自尊 你就不能尊重她一点 还那么说人家 家里啊 为了她 我都搬到办公室住了 还叫不尊重她呀 啊 你这么说话 有点太不公平了吧 啊 这是我的家 我回来找东西不行啊 啊 我总不能像静着谁 样静着她吧 我的老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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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帆 一帆 妈已经把那份工作辞了 妈想开个服装店 卖点服装什么的 这样的话呢 咱们家的欠债 很快就会还清的 你就安心读书吧 好 好 给妈吧 刘雨英 电话 哎 来了 喂 哎 是刘大姐是吧 啊 是啊 啊 林老师吧 嗯 一帆回去了吗 回来了回来了 哦 那就好 这样我就放心了 谢谢林老师啊 啊 没事 嗯 改天我抽空过去看看你们啊 啊 好啊好啊 再见 孩子回家了 不要你管 你看看你看看 这又带情绪 你干嘛非得给我对着干呢啊 我哪敢跟你对着干呀 你别跟我对着干就行了 嘉玲 我哪说话又不合适了啊 哎 咱俩平平这个理好不好 我少了这份证据啊 我总不能不回家去吧 我回家去发现他在打扫卫生 我总不能不问一句吧 可是人家住在我们家 你东西丢了 他肯定内疚啊 你就不能安慰几句吗 人家还是个孩子 我知道他是个孩子 可是我少了那份证据 你知道我得花多半天去补吗 没准是你自己扔到垃圾桶里的 你还怪人家 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丢了也是活该 林嘉玲 我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这么跟我说话 是吗 你讲点道理好不好 我再去做一个比较 我走到你去吧